全国大选是敲响了战鼓 一些焦点选区是未打先热 早前更是发生了政治讲座 遭人财场闹事的事件 为了严防案件重演 警方已经在全国范围 鉴定了100个热点地区 并且将在竞选期间 派遣超过9万4千名警员 定点巡逻 维持秩序 除了动员大批警力 从提明日到投票日期间 维持公共秩序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 阿克里沙尼也劝请各造 给予配合 确保大选顺利进行